我好希望有一个人拥抱我一下 安慰我一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拼拼市兰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北外滩 白玉兰广场这附近 开车带大家转一转 今天终于开上我坐的车 到市区来转一转了 对 走吧 开车转一转 你看 3月13号14点07分 现在是16分 就差1分多钟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平良路这里 刚刚我又去上了个卫生间 然后又贴了一张罚单 天哪 去的时候我还在想 我说快点快点 就差1分钟 我15分钟到这里的 它是14时 差1分钟 其实可能就差50多秒 1分钟 这一排路上都贴了 这是我第二次贴罚单 真的要长记性 但是确实是上海想要找一个停车位 你知道吗 现在小区里面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很多小区都不让 不是本小区的人都不让进 所以就没有找到停车位 我本来我是不想停在这里的 因为这一排 就是这条路上 它是一个 就是拆迁 这边都是一个拆迁小区 就是那种老石户门里弄的房子拆迁 就给贴了罢单 给大家看一看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前面那条路叫平良路 然后这边是景兴路 我现在是停在景兴路这里的 然后这一排车子都已经贴了罢单了 这边左手边右手边 这边都是老小区 都是在拆迁的 算是一个工地吧 然后这条路上 你看有好多车在这停着 都贴了罢单 走吧 这里不能停 这里赶快走吧 我再想办法 这个怎么来教 又贴了一个罢单 贴就贴了吧 这200块钱 这个卫生间上的值 贴都贴了 心态一定要好一点 我进市区的时候 我在考虑会不会有限行 你知道吗 就是上海的电子罢单 就是电子交通警察 还是挺厉害的 挺多的 就是来的时候 我还在考虑 就是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注意 一定要就是 小心再小心 没想到 添了一个 违法停车的告知 本来我这个车是一个外排 我知道就是 高架不能上 有一些禁停区域 因为我对上海市区的道路 我也不太熟悉 因为并且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开车到市区来啊 以后不敢开了 不敢开了 真的不敢开了 作为新手的话 来外面啊 开车一定要注意 这个不能乱停车 我也没办法 因为确实没找到停车位 我对上海这个停车的地方 也不是很熟悉 其实很多商场里 大厦里都可以停啊 我这个人脑子也就是笨的 没想到去商场里面 因为我也不打算逛商场嘛 因为上海的很多商场都很大 你知道吗 停车场进去 我之前有坐过别人的车子 就是进过一个上海国金的停车场 那个停车场你知道吗 下去非常非常的陡峭 我就很害怕啊 进入上海的大厦 或者是这种商场里面的停车位 哎 所谓的老司机都是被罚款罚出来的 我觉得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反正希望大家到大城市 或者是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不要 尾停 上好卫生间 然后我们继续开起来 然后 尽早的回去吧 我们现在又转到了上海大世界这里啊 我早进入代行区了 嗯哼 - 再往前面走一走啊 - 好了 好了 - 你在行驶证找一下 - 没有行驶证 我租的车 - 租的车也有行驶证的呀 - 但是需要 - 没有行驶证怎么租给你呢 - 肯定在车上呀 - 没有在车上 - 你问过了 - 我不知道 - 15天证扫码叫 - 微信租稿都可以 好吧 - 身边不遗产了 - 那没有行驶证怎么办 - 没有行驶证我帮你查呀 - 驾驶行长 走吧 可以了 - 你能不能到前面掉头吧 - 好吧 车子哪里租的 - 江苏昆山 - 周游 - 周游 - 不要问了 算了 我给你查吧 - 好吧 - 你是助力公司的车啊 - 对 - 这个是应该随车携带的呀 - 不知道它是放在车上还是什么 - 对的 - 看到吗 现在绿顿的 - 现在绿顿可以进去是吧 - 对 - 好好 - 那为什么上一次我走 - 不是 - 没有牌子的就可以走是吧 - 没有牌子的 - 可以往前面走 - 要那个 - 要比如转弯灯亮的时候 - 它都可以往前走 - 像你刚刚那个情况是不可以的 - 你刚刚那个情况是刚刚翻红灯了 - 是不可以的 - 要等对面那个转弯道 - 要说到这个情况 - 知道吧 - 好好 - 因为刚才那个情况 - 要影响那边执行 - 影响那边执行 - 其实你应该过去 - 你不应该停下来 - 绿灯出现了 - 按规定法律都不一定是可以继续往前行驶的 - 好吧 - 而这只把全程露营啊 - 你有全程性的生电 - 这个是违法行为 - 自动车通过灯控路口 - 通过路口一停 - 停在路口内的100块两分的处罚 - 跟刚刚那个车是一样的处罚 - 15天在扫码就可以了 - 微信支付就可以了 好吧 - 好好好 - 签个名字里 - 你的正面不许采纳啊 - 如果有什么问题 - 六星之内可以复议的啊 - 到哪里去 现在去 - 回家回家回家 - 下车呢 - 你要不倒一倒吧 - 等会执行好吗 - 我倒一下是吧 - 倒到这里是吧 - 等他们转弯走好了你倒一倒 - 现在倒可以的 倒一倒吧 - 行行 - 倒一倒等会绿对不起 - 你帮我看着点好吗 - 好吧 - 谢谢 - 坐车就记得过到要下行驶车啊 - 好嘞 - 到吧 - 现在没车 - 等一下 - 抓紧 - 再玩呢 - 执行车要出来了 - 不是 - 到吧 - 怎么门没关好的 - 好嘞 - 手删车放两边 - 来倒一倒 - 对 - 打发要倒 - 后面倒一点啊 - 不要影响这边执行车 - 再往后倒 - 好 - 好 开往后 - 好了 - 可以了 - 就停在这等绿灯亮了执行 - 谢谢 - 回家了回家了 - 我导航回家了 - 真的不能转了 - 在这里 - 开时导航 - 左转 - 注意不要驶入公交车道 - 当前时段公交车道兼职通行 - 然后上高架 - 前方有违章拍照 - 150米后右转 - 请走最右侧车道 - 70米后 - 走了走了 - 回去了 - 回去了 - 真的不能在这里拍了 - 不能在这里转了 - 一点罚两个罚单 - 这怎么开嘛 - 250米后 - 其实那个路灯 - 哎呀我真的是 - 我应该闯个黄灯过去 - 就是我没有闯黄灯 - 应该闯个黄灯过去 - 刚刚那个交警也说了 - 她说你都走到这里了 - 你不走 - 她说 - 哎我想着 - 黄灯嘛 - 就等一等吧 - 没想到 - 小心小心再小心 - 罚了300块 - 我回来了 - 在6点10分 - 到家了 - 在天黑之前到家的 - 因为我怕等一下天黑之后 - 我再不认识路 - 在那个交通警察 - 就是电子眼再给拍到了 - 我真的是要疯掉了 - 好了我要回去 - 我好希望有一个人拥抱我一下 - 安慰我一下 - 虽然说 - 蓝蓝开车 - 我自认为开车还可以的 - 然后没想到进一次市区给两个发胆 - 这算是 - 道路上交了一个学习的费用 - 就是蓝蓝考驾照 - 然后自从开车 - 说实话没有人带的 - 就是我拿到驾照之后 - 我就自己一个人就上路了 - 对没有人带的 - 这算是我的上路的学习费用吧 - 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了 - 没人安慰我 - 我今天10点 - 11点钟出发的 - 然后现在已经6点钟了 - 我也没吃饭 - 我一直在路上跑 - 跑了6个多小时 - 好吧 - 我也回去回去烧饭吃了 - 好希望有一个人拥抱我一下 - 虽然笑得很勉强 - 但是也没办法呀 - 好吧 - 这也算是给我的一个 - 学习的一个费用吧 - 我觉得 - 没关系 - 人总要成长的嘛 - 对不对 - 因为我上学没有交多少学费 - 所以走向社会 - 必须要往社会上交一点学费嘛 - 是不是 - 希望大家不要学我啊 - 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则 - 因为确实是在上海的话 - 确实是非常非常严格 - 好了就不说了啊 - 就说这么多吧 - 拜拜